我們今天要去吃肉肉大米啦 真心覺得大家要過這種熱潮才可以吃 大家好,今天我自己一個日來了沙田開飯 因為肉肉大米第一間香港的門店在沙田新城市廣場開幕 在深圳開幕的時候,其實都已經爆紅了一段時間 今次開到來香港,立即看看有多受歡迎 Hello,我現在來了肉肉大米啦 這裡很多人,現在還在等位 除了不接受現金支付之外 但其他好像八達通、信用卡、支付寶 或者微信這些通通都適用 在這裡下單,全部都是自助形式 在飯店的時候,我叫了一個餐 我叫了一個蟹肉和一個和牛的混蛋 它收了一百二十一元,服務費收了十一元 這裡是拿了票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去自助點餐機 叫你一個想吃的餐 之後就可以連這三張票交給職員 餐廳中間這個位置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客人坐在巴桌上可以看到 現場敲製航母扒的全過程 這裡設有四十個巴桌形式的座位 有九款不同口味的醬汁和調味料 也都簡單介紹了怎樣吃法 坐到位置,第一時間當然是喝一碗熱辣辣的蜆肉味噌湯 而米飯是採用了日本東北的乾和米 更將魚米在店舖裡鹽磨脫殼而成 配搭漢堡扒可以生食的日本鮮雞蛋 這個蜆肉味噌湯真的超級好喝 蜆肉很大粒,很新鮮 還有海帶和腐皮 這碗湯足夠足料 重點是無限添加 米飯和湯都可以任吃 漢堡扒用了九州的黑毛和牛 和美國牛肉每日新鮮硬餃 再經人手拍打而成 在這九款配料裡 亦都推介大家可以試試奧羅拉醬 酸酸甜甜的口味更加突出漢堡扒濃郁的和牛味 而每塊漢堡扒都會控制大約九十至九十五個gram 店員首先將它煎至六成熟之後 跟手就放在你面前的小鐵板上面 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控制漢堡扒的山熟度 除了較昂堡扒 香港少有餐廳可以近距離 邊吃邊看著這種攀製的體驗 在沙田區來說 CP質都算是親民 無限添加的新蘭花 白飯和蜆肉湯都已經夠吃得飽 適合喜歡吃日式餐廳的朋友 有餐廳本身有一塊車打芝士 再在上面刨多一層芝士水 而融化了的雙重芝士 相信口味一定超級濃郁 在十月份也是吃蟹的季節 我一定要試買上這麼漂亮的和牛蟹肉漢堡扒 這款是新開業期間限定 如果想吃就要快 淋上柚子醋 等一塊漢堡扒均勻地沾滿柚子醋 三款食材用一塊 賣相值100分 是打Colorble 我自己就喜歡吃熟一點 再撕一點青檸質 味道非常清新 還可以減低漢堡扒的肉質 帶來的油膩感 蟹肉多鮮甜 咬下去的質感就比較嫩 而且漢堡扒還吸收剛才的柚子醋汁 一口咬下去 飽了汁 超多汁 在這裡的套餐 價錢分別有最便宜的95 去到125元 在十月三號已經開業了 餐廳的環境也非常乾淨 唯一的缺點就是太多人了 等候入座的時間就比較久一點 但是對於附近上班吃午餐的人 又可以多個選擇 臨走時我還在沙田的港鐵站 買了格仔餅做宵夜 這一間又是長期超級多人 除了原味的雞蛋仔之外 這裡還好像有肉蔥、抹茶這些口味 至於我的手選 依然都是格仔餅 今集就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